板页一度都大受影响 但是现在随着疫情受到控制 接连传说好消息了 面板大厂友达跟群创都考虑要加薪鼓励员工 展间车辆喷酒精消毒 疫情严重期间赏车人潮减 解禁后顾客明显回流 核台汽车上半年获利逆势创新高 国旅报复性出游到哪玩都需要用车 核台获利超乎预期 广上半年和去年同期比成交量成长8% 趁势宣布加薪 每人平均调升3.01% 年终分红奖金有机会领到10个月 加上年底年终固定3个月 算一算全年薪水等于拿25个月 几乎是做一年零两年 大家不想搭一般大众的运输工具 想要自己开车的话 所以会有一些用车的需求 当然像花东地区旅游人数增加 所以他们购车也增加了蛮多的 同样受惠疫情的还有面板双虎 友达群创 宅经济正夯 电视需求多 面板价格大涨反映在员工薪资 友达调幅2%到4% 群创也将以个人绩效做调整 面板过去来说的话 一直是供过于旧 而且报价频频下滑的一个趋势 南韩的厂商官场所导致说 现阶段下半年这边 公体获得一定的程度的控制 全球疫情严重 但台湾稳定控制 经济复苏 各企业接连传出好消息 三菱信物 郭一轩 邓家轩 台湾报导